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眼中的垃圾都成了他的黄金 他为什么有信心打破成规 他为什么创业短短几年 他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国际 天下杂志的主笔李雪莉 这回特别就跟着黄千志 回到孕育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 还有他在毕业之后所选择的练兵舞台 残酷的纽约 才35岁 他已经站上了世界浪头 这位台湾的创业家 有哪一些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美国长春团名校 Conell建筑系里 正在进行一场创新的革命 全美排名第一的未来建筑师们 正在研究的主题是台湾 有人想把西门丁里的闲置停车场 改造为环保运动中心 有人要把101的行人步桥 做成浮在天空的都市菜谱 这堂课名为Sexy Trash 性感的垃圾 目标是颠覆学生的想象 让他们运用废材做建筑 把建筑变环保 垃圾原本是软趴趴的脏脏的 你怎么变Sexy 第一件事情你要把它变得很 结构性很强 对不对 刚性很强 功性能很好 对吧 然后之后才是说 那我要把它放一个什么 Pirada的西装 对不对 他是垃圾的练经师 别人眼中的垃圾 到了他手中 变成性感的桌椅 时尚的酒瓶灯 在他手里 Trash真的可以Sexy 把目光聚焦台湾 让垃圾变得性感 让学生脑袋换了又换的老师 Arthur Huang 黄千智 来自台湾 这名字也许你陌生 但您曾踏上他的建筑 或看过他的作品 台北花博流行馆 用150万个回收宝特瓶打造的全球绿建筑 就是黄千智的作品 我的名字叫黄千智 Arthur Huang 才35岁 黄千智已站上世界的浪头 颠覆建筑传统 创立小制研发 国际媒体追踪他 国家地理频道派他的纪录片 甚至纽约市都在去年 颁给他结出创业嘉奖 他的环保建筑很纯粹 百分百用废材 不用新材料 把回收废料的强度和弹性 提升到和新材料相似 而且时尚 具卖相 像这个他帮Nike打造的公共空间 用宝特瓶砖和宝特瓶抽出的沙 才获得全球工业设计 最大奖 Ideal Award 金奖 黄千智的作法是 他从那个 就是组成建筑的这个本质的东西 他统统改变 他认为混凝土不环保 他认为 他就完全不用 一点点都不用 黄千智它其实是在本质上开始颠覆 这是非常工程师的思考 这种思考方式 我几乎没有看到 在台湾在世界上都很少 汤乃尔学士哈佛硕士 外形好 太似天字交字 但这位台湾小孩 从11岁开始 就离乡背景 吃苦 冒险 跟着他与几位合伙人来到纽约州 拜访孕育他冒险精神的源头 就像眼前踏着的暗黑 他说 那一年当了小留学生 就习惯在位置中摸索 学会在主流世界杀出血路 好 好 纽约 台湾的爸妈都希望小孩子很斯文 就可以带一个大眼镜 然后把裤子拉得很高 什么叫什么高腰裤 然后穿了一件Polo衫 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来了美国 就很气 被人家启示 很气 赢不过人家 OK 然后所以就很自拔地就把眼镜脱掉 OK 每天做福利挺身 每天去练习 每天去跑步 然后每天读书 要读得比人家好 就是就变成你要在各种方面 要去跟人家竞争 然后我想要进到主要的圈圈 有意识的自我魔力 克服了白人对亚裔的偏见 到了康乃尔读建筑 他是老师们印象最深刻的学生 他就是一位教授我 他还能描写吗 他还能描写吗 他还能描写 我还能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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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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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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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位教授的主持人 其他学生都看了他 他能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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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完整的画面 比起来的学生 更多的学生 他能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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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为跨越工程 建筑的人才 而在这座全美最美的校园 也熏陶出他与自然共存的工艺美学 这一靠来二十分钟车程的Tripheimer Fools大瀑布 是他学生时代最喜欢的教室 我们新生其实都要来这边做研究 研究这里的空间和整个说故事的方法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块墙 其实都是在地取材的材料 它根本没有搬运的过程 它就直接把它叠起来 它就变成一道墙 完全跟这个周遭的生活是融入的 但它的美感完全一点都不失色 这五年来后来学完了以后 最后还是想回到 怎么去讨论人和自然中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在都会里头的自然 其实就是我们的垃圾 这个自然现象有很多是negative 怎么把这个negative扭转 我们后来发现材料和垃圾 是一个很有机会切入的 没有人在做 不应该做 全世界的70%的GDP 就在建筑行业里 那你花的最多碳排放量的东西 就是房子 因为跟以前古人所做出来的房子 我们现在的房子 还不比以前的人更sustainable 那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在哪里 永续排炭的理想有市场吗 理想得向市场证明 这一天小智研发团队一行四人 来到旧铁道翻新的公园 他们要把废弃米糠 和回收素材做成的史上眼镜 说服一百个陌生人戴上 并拍照上传列书 那怎么办 你只做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相信你 它永远都会有效 然后我说 那就是我 我告诉你 我说 只要是Asian的人 它永远都会有效 又不是我以前没试过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东西 有没有竞争优势啊 如果你都没办法说服一个人 去 去 你怎么办 去 对啊 对啊 我们公司 呃 同事的 对我们自己的信心程度 因为我以前都是自己得干 对吧 那现在变成是 我们要希望是 不要只有我 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希望我们公司 而且 而且其实 邮大和邮航 一直都是我们公司 一直最 跟我们在一起最久的同事 所以其实 他们要把这个东西 再感染给下一批同事 外国同事出马 成功送出了眼镜 照下一百张脸口 早在八年前 黄千知就选择在纽约创业 要在世界舞台打品牌 选择纽约 看上的是最密集的人流 金流 资讯流 以及最竞争的残酷舞台 当时他在帝国大厦往南 白人聚集处 坐了间小办公室 我已经好久没回来 152 进去就 这其实里头是小的办公室 它其实是一些小办公室 一间一间的 小小 隔的这样子很小 然后有两个窗户 可以看到Empires Day 你在这边最常想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常想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就是 拜托 至少让我有一点点成绩 你才会觉得花这个钱至少值得 然后警卫来了 在纽约一年半和世界级团队打仗 吃尽苦头 缴了50万美元的学费 为什么他还要硬着头皮撑下去呢 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怕 我觉得台湾人好怕 尤其是因为也许我们富裕了以后 就开始越来越怕 我觉得韩国人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就是他们有那种迫切感 他觉得他不冲他就会死掉 台湾出国的人很多 但是台湾真正去跟人家 敢去跟人家打架的人很少 黄千志的父亲黄鲍德 是远东集团董事长许旭东身旁的大将 父母亲到现在也不支持他创业 希望他专注教书 你的父母对你创业的想法是什么 非常不喜欢 到现在也是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有一种使命在教育我们的父母亲 就像他让我们读这么好的学校 那你学了一身武功 到了最后叫你去当和尚 这很奇怪 意思就是说他们学了一身武功 以后不要出去跟人家打架 江湖很乱 所以爸妈的逻辑也是这样 很担心很伤心 为什么要承受这种风险 但是他要知道每一个generation 只要不去承担他的应该要承担的风险 或者去解决这个generation 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你是obsede 你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价值 当你没有价值 你自然不要讲什么赚钱 你自然没有信心 越冲撞越认识自己 创业艰辛纽约烧钱 于是把公司搬回台北 他左手抓研发 右手管品牌 在台湾小岛发挥小智精神 吸引欧美亚近50人的国际团队 他也卷取袖子伸入台湾乡镇 说服回收商一起合作升级 跟着他到大圆关音厢 来到台湾第一大宝特瓶回收厂 这里是做出环深方舟六角砖的秘密基地 以我们做化工的产业来讲 recycle就是一个趋势我们都看得到 可是是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是做纤维跟保特瓶的原料为主 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做建材 在这整个跟他合作的过程 我们也背货成长 而现在小智研发年营业额近3亿元 外国客户占业绩5成以上 我觉得他最终应该会跟这种 国际的大非常大的企业合作 因为他的那个vision是很远的 只有这种公司 如果台湾不能够掌握他 我觉得台湾很可惜 传承上一代创业的急迫感和使命感 打破成规的皇千志 创造了一个不可限量的环保市场 在他梦想的方舟里 他相信台湾有机会在环保路上 赢得让世界钦佩的目光